特朗普將來會理論上如果沒什麼意外的話 應該會出來選 但中間也有一些叫做黨內的投票初選 第一個初選就贏了 他的機制是怎樣呢?看看內文 美媒特朗普得票過半勝出共和黨初選首戰 初選中也有很多場戰役 美國共和黨總統初選週一揭開序幕 首場黨團會議於當地時間週一晚上7點 在I.O.亞洲逾1,500個地方開始 黨團會議近約半小時 美聯社及CNN均報道 黨內支持到一直大幅領先的前總統 特朗普了在I.O.亞洲初選勝出 應該不止一個州要做初選的決定 初選的人物中 我看見共和黨最高人氣只有特朗普 其他就應該不行 所以理論上都是 共和黨一定是 就算他有很多官司前身也好 都會繼續找特朗普去做 他們的代表 美聯社估計 截至香港時間下午1點半 在已點算97%的選票中 特朗普得票達51.1% 以壓倒性票數或輕鬆取勝 佛羅里達州州長德桑蒂斯 得票21.1% 力壓得票19.1% 特朗普得知自己勝選後表示 現在是時候讓我們國家團結起來 總統拜登則承認 特朗普是共和黨明顯的領先者 特朗普很明顯就是 特朗普 拜登不知出不出來選 他再選就很老了 埃奧亞洲在共和黨全國大會佔40名代表 將按國參選人在該州黨團會會議的得票比例 決定支持他們進入全國大會的代表人數 雖然埃奧亞洲40名代表 只轉全國大會代表的1.6% OK 即是還有98% 他需要得到初選的支持 即是有排的基本上 應該去到年尾 可能是年中才決定誰是代表共和黨 但因是全美首個召開黨團會議的州份 故被認為有指標作用 CNN預計特朗普在亞洲獲得全國大會代表支持人數最少達20% 很簡單 應該就 如無意外都找不到其他人去更加好 即是明報都有一些冷知識 可以看看 美國大選黨團會議之多點 什麼是黨團會議呢 在美國黨團會議 Calculus 是為達成共同利益和目標的政治集會 其實有點像我們當年在搞黨團會議 然後香港就說 你們就是顛覆國家政權 抓到47位議員 其實它根本就是黨團會議 美國的黨團會議 完全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我們選擇一個最強的人出來選 就是這樣 共和黨總統提名戰以艾奧亞洲黨團會議為止 黨員將開會選出心儀總統參選人 也開啟挑選下季全國黨大會代表的程序 民主黨今年大多黨團會議則將只處理後者和行政黨幕 對總統選舉影響不大 黨團會議與初選有何分別 又不同 主要是時間和投票方式的差異 初選一般由州營運 基本上容許全天到票站投票 而黨員無法初選日親身到票站投票 也可遊遞等方式投決席選票 部分州更容許提前投票 黨團會議則由政黨營運 要求大部分黨員親身到場投票 共和黨黨團會議一般只在傍晚舉行 會議程序包括參選人代表發言 現場拉票以及投票 可能是有不同的 黨團會議又不同初選 不過好像都是這樣 意義都是這樣 選一個人出來 黨裏做他的代表 州一的共和黨 亞洲黨團會議有多重要呢 該黨的團會議將於當地州一磅晚七點開始 各總統參選人可派代表演說拉票 投票將不記名舉行 各參選人將按得票比例 決定支持他們進入全國大會代表的人數 而言亞洲的40名代表指佔共和黨 全國大會代表的人數的1.6% 理論上余某參選人在當地表現差勁 亦有大量空間追上 為亞洲是首個召開黨團會議的州份 與緊接的新項布十二州和南卡羅來納州初選 都被認為對往後選情起指標作用 OK 因為這是第一個 即是頭炮 通常 人們都會看著來玩 原來這個是最出名的 然後 也不用考慮了 因為黨的不是很大爭議 即是我覺得這個 即是他還有誰比特朗普大 特朗普有做過總統 即是他上一屆 其實是無緣無故被人拉下來的 即是明明就是 我覺得他是可以翻做的 只不過是 就是不知為何被拜登做 他都是差一點點贏的 基本上 所以今屆初選的指標性 就 如無意外 特朗普也是應該會成出的 那好了 去到選舉日 假設 年尾選舉 我自己覺得 特朗普當然是有很大的贏機 我反而覺得 假設他贏了 那世界有什麼不同呢 首先 在他不見了他之後 世界開始打仗 俄污等等 首先第一個問題 俄污戰爭 特朗普有沒有信心去解決呢 停了戰爭他呢 他一個生意人 有沒有這樣的能力能耐可以停了他呢 這個我是很期待 他可能用他的手腕 他真的可能停了普京的 有機會 我覺得 至於對中國的政策來說 我想都是繼續很強硬的 約即若離 到時候呢 我覺得 美國經濟 又會再上升 他都算 我覺得 他會連任 不是連任 會再當選 不知道 會不會再做多幾年呢 就是 再做多四年 那四年 可不可以再連任呢 那就不知道 那我就 覺得 如果 他另一邊的民主黨 是 拜登不出來 那還有誰呢 賀錦麗 即賀錦麗對他 賀錦麗會對特朗普 但是賀錦麗呢 曾經有 寓言 那些什麼 Samson Samson 寓言 美國是有一個女總統的 會不會 賀錦麗會勝出呢 那樣 第一個女性的總統 那樣 都是很多 那個美智之數 那 但是我覺得 如果特朗普當選 整個世界的 那個 變動 都可能會幾大 那 希望 真的能夠 停到戰 我覺得 因為現在 拜登 就 叫做 一個傀儡 那樣 就是 沒什麼 看頭 沒什麼成績 俄烏的戰爭 他都 不能夠 說到事 那 現在就是很希望 有一個救世主 現在全世界 因為 美國總統 一聲令下 理論上 他有很多決策 可以 停止到一些 的戰爭 無謂的戰爭 因為現在戰爭 是最大的議題 來的 全球最大的議題 經濟來講 那麼 個別國家又幾好 有些又不是那麼好 例如中國 那 就是 因為 內房的問題 每間都破產 整了一大堆樓 然後 又沒有人住 那些樓價 就起碼跌一半 現在大陸的 那些 我們香港的跌三成 接下來 我覺得 都會跟著大陸的趨勢 越跌越多 因為香港已經的吸引力都不大 那 所以 美國的局勢 我覺得 都是很重要的 雖然現在 不是什麼 很大的 有什麼很大的轉變 不過我都會 繼續去看 去 去 觀望 因為 即是 他一動 基本上全球都要跟他動 了 不能不動 尤其是我們英國 都跟著美國 美國的政策 那樣的 兄弟檔 那樣的 那 講到這麼多 多謝收看